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小的时候有玩过大富翁这个游戏吗 你知道大富翁玩的是什么吗 大家待会可以留言告诉我 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毫不夸张的讲 这些年我才发现 我对房地产投资的领悟 其实不就是跟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大富翁的原理是一样的吗 我知道很多人都非常看重买房子这件事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买房子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支出 所以他们会很担心买了以后 房交大跌怎么办 担心如果失业而还不上贷款怎么办 担心被中介欺骗了怎么办 等等的这些问题 而今天我将个毫无把 我也把我投资房地产的大数都分享给大家 这些都是我多年的亲身经历和礼物 总结出来的 绝对是独家秘籍 我今天传给你了 在影片的开始我会先分享我的投资策略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心法部分 之后我就会分享我自己选房子 选地段看中的一些条件 而最后我会分享如何最快的弄懂你所在地区的房地产趋势 还有如何累积财富解决资金的问题 相信我 希望别错过影片最后的内容 因为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 而达到之前 大家如果把我这些大理由会关通以后 就可以跳进去你所在的地区 你从此将会走向人生的巅峰 但大家必须要把这个最基本的心法弄懂 才去理解我后面关于说的部分 我们投资房地产的初心 不能是为了看涨这家房子的房价 我们才去买它 而是要看这家房子能为我们带来多少的现金流 楼价上涨只是一个顺带效应罢 我不是为了房子升值以后把它卖出去 是因为持有现金是没有意思的 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 全世界都在大量印钱的环境下 我们的这些现金是会贬值的 我一直提及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概念 能把钱放进去我们口袋的就是资产 而把钱从我们口袋拿走的就是负债 如果你真的懂这个道理 你就会知道 如果一家房子你是借贷买回来的 之后拿来资助的话就是负债 而且机会成本还很高 因为你每个月不断要从钱到里面 拿钱出来还给银行 而且你是放弃了把房子租出去的租金收入 所以我自己从买房的第一天起 我就没有想过把它卖出去 我是以投资的初心去看这家房子 去看看能为我带了多少的租金收入 大家有没有听懂啊 其实投资房地产的关键 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大富翁已经告诉我们了 只有现金的都是输家 我们玩的就是霸占地盘 在游戏的地图里面 谁的地盘最多 谁就是大富翁 因为每一个人经过我们的地盘 都必须给我们讲过路费 这就是费用收入的意思 然后我们带了现金流 大富翁告诉我们 我们现实的生活 整体来说都是在玩银行游戏的 简单来说 如果我赚钱了 就是你亏钱了 因为我赚了的钱都是你给我的 在大富翁的游戏里面 虽然我现在是把钱花出去 买房地产了 你看起来持有的现金好像比我多 比我富裕没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的你持有的现金都会变成我的现金了 而我再把这些现金去买更多的房地产 去发展更多的地盘 而你就只能一直给我缴钱 每个月拿到薪金以后都把钱交给我了 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的作者 就把这比喻成老鼠在老鼠圈里面赛跑 不停的循环 不停的给我们拥有房地产的人缴钱 那有的人就会问 甚至以后我们也不卖吗 答案是可以卖的 但我们卖了以后 是为了去买更大或者更多的房子 去收取更多的租金收入 另外 如果我五年前买回来一百万的房子 就算你现在给我一个亿去买我的房子 我也不一定卖给你 因为我们还要考虑这种房子的租金回报率 这是一年租金的收入 除以你开价的一个亿 拿出来了结果 这是回报率 如果有10%以上的话 我肯定不卖 因为我不卖 他每年都能为我带来一千万的收入 我为什么要卖啊 你们听懂了吗 所以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 如果不是急需要买一套房子来居住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先把房子租出去吧 大家年轻的时候就要累积起更多的资产 而不是负债 而知识就是我们最值钱的资产 如果大家不想跟财富自由擦肩而过 我建议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那么现在你已经对投资房地产有了概念 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如何选择房子和地段的问题了 记者地段决定价值 实际决定价格 也就是说 一家房子的天花板有多高 全是由一开始我们选择低端的时候就一定决定了 但如果我们能知道什么时候建议去买一间房子 我们就有可能以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去购买了 关于这方面 影片的后面会补充 现在我们先搞清楚有什么因素会影响一家房子的价值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记下来 第一就是我刚才提到过的房租的连回报率 我们买房子之前可以大概的参考附近房子的租金 然后去算一下这套房子 如果租出去以后能获得多少的连回报率 如果有超过10%的连回报率 我自己想都不用想就会马上买进 因为这房子的价值肯定被看低了 我投100万美金 一年以后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拿到10万美金 其实不夸张 一线地区的一些老房子 我们通过装修翻新 把它整形以后再租出去 租金的连回报率也是能够达到10%的 但前提必须要是一线的繁华的中心的地区 另外我们还需要去参考同一个地区的房租增长率 我们可以参考附近房子过往的数据 来判断这地段房租增长的趋势 你至少要知道这一代的房子 房租是在增长了 还是在下跌了 如果在下跌 你就要去找原因 是因为大环境 比如是疫情的影响了 而是因为该地段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人口是在流失吗 或是交通非常不方便吗 这些都是我们把钱投进去之前 都要考量好的 大家看私都懂 但都不会做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买就归钱的原因 真的是这样的 同理投资办公室商户等等的其他房地产 也是一样的概念 第二我们要去判断该地段的发展趋势 你要先明白 我们常常听上一代的人说地段好 那到底什么地段才叫好呢 记着 政府愿意投入资源的地方就是地段好 因为能吸引到人流稳入 人才是决定房地产价值的核心关键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在一些新发展的城市投资房子 我也是一样 就跟买股票一样 我喜欢买科技股 而不是银行股 因为我还年轻 我能承受高一点的风险 那有什么因素决定我们要投资的地段呢 想象力 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段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憧憬 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 我们男性朋友们 如果在街上看见一个女生在你面前 到底是什么样的背影 能让你想向前去看一下她的长相呢 可能是因为她打扮得很漂亮 可能是因为生产很苗条等等 这些因素从今天告诉我们 她会是个美女 所以我们才对她的外贸有想象力 这只是个比喻 绝对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啊 但投资新地区的房子也是一样的 能为我们带来想象力的因素 就是政府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发展 简单来说就是配合够不够 就是我们预期这个地方将来的资源多不多 人才愿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 这就涉及到交通 要不要修货铁路啊 教育 要不要开个学校啊 商务 要不要建个金融中心啊 医疗 要不要起个医院啊 等等的这些因素 不能决定是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好地段 新城市相对老城市的风险高 是因为这些因素都是需要时间去验证的 所以有一点要留意 即使千万别去赌单一的要素 不能只因为在那边奸铁路 就买到低端的房子 我们一定要全面 而且综合的去考虑这些因素 那第三 就要判断买房的时机 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 全球不断的运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简单来说 就是不断的印钱 来自欺经济 在现金不断贬值 利率不断下降 到还经下 大家都去借钱买房子 导致了房子供毒应求 所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整体房价 都是呈上涨的趋势 简单来说 我们要关注这个世界的货币政策 如果未来还是一直采用量化宽松 一直在刺激经济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考虑买房子的 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买入以后卖出 我们是长期持有的 赚被动收入的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买房的人不管在什么时期去买 如果能持有个5到10年 基本上都是升值的 当然特例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只看大部分的情况 每一年都听到有人说流价会大跌 楼市的泡沫会爆 但每一年房价都是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因素不变啊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疫情这么严重 房价还不跌呢 我开玩笑的说 因为大家都在加防疫啊 这病毒死亡率不高 它胜率率却反而提升了 你看人口都增加了 房子更加供不应求 怎么会跌呢 算是开玩笑 但现实就是这样的 房子是硬性需求啊 尤其是对于我们大部分华人来说 房子的意义更重大 每个人都想找一个安乐居 想在那里成家 想要小孩子在那里成长 读书 因为有家 我们才有归属感 那我们在什么时机 买房子是最好的呢 我的大前提 还是只要有高的 租金年回报率 而且确认房租每年都在增长 而不是在下跌 我就会买入 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最乐观的情况 一定是在比如零八年 金融喊笑以后 房价从跌市 转向涨市的时候 这是我们近期服输 已经刷入上涨趋势的时候 这时候买入 是风险最低的 而且我们可以用 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入 那要怎么判断呢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去房子的销售门市 进去以后人头拥有 都没有人让理理的 就代表着 楼市处于狂热时期 这时候就尽量不要介入 因为属于卖方市场 主动权在卖方的手上 房子都被炒贵了 相反 如果你进去以后人流不多 但每个销售员都把你当大爷了 这个时候就是买方的市场 我们先算一下租金的年回报率 这个时候肯定是低一些 但如果回报率比银行的那些理财产品高的话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介入时机了 好了 接下来就是这部影片大家最关心含金量最高的部分 我们如何才能买到便宜的房子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房子的价格并不等于它真实的价值 因为价格是受人的情绪所影响的 换句话来说 房子是可以溢价的 是可以谈判的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在他所写的创商书交易的艺术里面 很强谈判技巧的原因 不止房地产 其实所有物品都可以溢价 因为价格都是你认为值多少就值多少的 所以这个世界才存在低满高卖的套利赚钱方法 而我们人生中其实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涉及到谈判 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对谈判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有兴趣 以后再拍一部相关的影片 而有些点 我们是可以很容易就把房子的价钱给压下来的 这里给初学者参考一下 首先我们要去寻找那些急着变现 要急着把房子出售出去的人 比如赶着移民 要还债 或者家里面有及时的卖家 别觉得我们是在生活打钱 现实的交易是没有感情的 另外如果那房子是有问题的 比如漏水 或者需要大局装修的话 我们也可以大力的压一下价钱 我们要做到再去看房子之前 就已经把可以谈判的点都列出来 先准备要怎么讲 而不是到时候才去想 别觉得这些道理很简单 相信我 很多人就算知道了 也是不会跟着做 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理论 别告诉我你听得懂 因为你们只有时间过 才能领悟里面的道理 在这里 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当初能从投资新手变成老手 其实最关键的 也是熟人生巧罢了 因为你在地区跟我一样 看房是免费的 叫多去看楼盘 反正看一下也不用钱 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一偶抠没事干 就常常去找不同的中介看楼盘 装作自己是偶钱人富二代 看着看着 我就开始可以判断什么是高数值的 什么是低数值的楼盘呢 而且你一定要多问几个中介 对比一下每个中介对房地产的领悟 然后把他们的知识记录下来 全部吸收为自己所用 你要不断的做笔记 让自己拥有一个楼盘的数据户 你要把自己训练成最熟悉那个地区的人 成为一个楼盘的专家 这样你的溢价能力就会很强 那么有的兄弟姐妹们就会问 没有钱投资房地产的话怎么办 的确 如果你没有什么资本做抵押的话 银行也不会给你贷款 我也不建议没有什么投资经验的新手 去用到杠杆 所以回归最基本 一定要先赚到第一桶金再说 那我现在唯一想到了低成本低风险 而且适合每个人去做个暴力赚钱方法